追剧夜罗莉精灵梦的粉丝都知道 在夜罗莉剧中有着很多美女小姐姐 她们不仅长相甜美 同时打扮经验 看起来是一个比一个漂亮 高跟鞋 大红裙等等一系列的配饰迷倒众人 而在这些小姐姐中 只有灵公主才拥有美人类质 那么如果其他小姐姐也拥有类质呢 冰公主看起来变得很惊艳 但是最美的依旧是灵公主 第一位 灵公主类质是现在化妆必须的一颗美人质 她长在眼睛的下面 看起来漂亮至极 而剧中 灵公主就是拥有这样一颗类质的小姐姐 所以灵公主看起来漂亮至极 尤其是灵公主未出场的宣传照 这样貌真是迷倒众人的存在 第二位 冰公主 冰公主可是拥有这冰雪美极的超级大美女 所以冰公主的脸蛋 看起来像冰雪一样洁白 但是又白脸透红 所以非常的美 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冰公主的原因 那么 当冰公主拥有一颗美人类质呢 看起来是不是很惊艳呢 原来 冰公主尝一颗类质之后 竟可以如此的漂亮 第三位 白光荧光仙子 在剧中虽然设定有点悲剧 不过光仙子依旧是非常漂亮的仙子 这里当白光荧拥有一颗美人类质 是不是变得更加的漂亮了呢 白光荧的脸蛋比较红准 或许是因为光的原因 不过加上一颗美人类质 白光荧还是很漂亮 比起冰公主貌似还是要差那么一点点 第四位 王墨公主 王墨变身之后的形象是非常好看的 大家都觉得王墨是大美女 一美自然 毕竟是剧中的主角 所以王墨的形象设定还是很不错的 而王墨加上一颗美人类质 以后看起来会如何呢 其实还是非常的棒 只是 王墨干净的脸蛋上类质不能太大 不然就会画车天足了 第五位 墨沙沙沙可是超级大美女 这话一点都不讲 毕竟墨沙是化了妆的 再具种 墨沙也是超级大明星 因此漂亮是必然的 如果不漂亮就悲剧了 而墨沙尝出一颗美人类质 看起来还是很漂亮 大大的眼睛加上这颗质 看得确实漂亮 那么 大家觉得这几位小姐姐 谁的美人类质最漂亮呢